昨天是前高雄市議長許坤源 逝世三週年的公益演唱會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低調的出席活動 他上台致辭的時候表示 許議長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 所以他特地的南下高雄來感念他 但因為現在是總統大選的期間 所以他強調此行只是來追思 要大家不要過度的解析 許議長了解 他的為人都會知道 到現在為止 還是一樣對他這麼的懷念 就是因為議長永遠把一顆心打開來 跟我們好沒有心 貼著心 人類一生是非常的奇妙 我們的愛情 友情跟親情 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裹起來 像蜘蛛網一樣 但是我們在許惠議長身上 我們感受到這份濃濃的勇氣 我們許議長對朋友 對他的懸念 對弱勢主席的照顧 都是心 對著心 這也就是他離開了我們三年 我們依然我們依然對他們這麼的懷念 依然對我們許議長始終覺得他還在我的身邊 所以今天看到財政議員和爸爸來舉辦這樣的有紀念意義的追思音樂會 用這個方式來呈現對議長的追思 那議長夫人之前也打電話寫我參加 我不說yes 我也不說弱 他不知道 他會不會想這個禿頭 市長離開之後 博情華益就不來了 說我一定會來 但是現在會算中東 他被幹 很多的地方我都不太參加 我到時候有個不好的聯想 因為來這裡就是追思我們許議長 所以我們很低調 那希望跟所有的好朋友一樣 我們心中永遠會被高雄最棒的大家許議員藏住我們的心頭 我們要轉化他對高雄的熱愛 大家有錢有能力有時間 一起來照顧高雄善然的民眾 已經退休的前台鐵局長張震源 之前也被爆出他有參加IMB 主席的宜蘭豪宅開趴 國民黨立院黨團召開記者會 這位賴清德的愛將 在降調台鐵局長時 說要去改革 結果是開了網路行銷標案 在台鐵出事的時候 讓網軍來帶風向 在台鐵泰魯閣事故之後 遭到了監察院彈劾 藍尾就要求懲戒法院做出該有的懲戒 跟怒轟賴清德不要再 只會切割 好好的檢討自己的用人不當 他任內到底做了什麼改革 他開出了兩個 叫做工程建設計 政策綱網路行銷的標案 實際上是用工程管理費喔 1549萬的預算做什麼呢 做網軍 風向引導 數人異見當道 當發生危機的時候要幫忙帶風向 不然這些數人異見當道 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酸民當道 所以我們要去帶風向 你看改革再改革這個 花錢去買網軍 然後發生事故的時候來帶風向 包含監察院彈劾的室友 裡面特別提到說台鐵局沒有建立委外的稽查制度 也沒有善盡安全的責任 所以遭到了監察院的彈劾 我想這樣子的事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包含張震源這個老台鐵人 都責無旁貸 包含懲戒法院在內 應該好好針對相關的彈劾事項 做出應有的懲戒 另外賴清德主席賴清德副總統 你如此的提拔這樣子的遭到彈劾 而造成了這麼多人命的台鐵局的局長 我們希望賴清德你不要再做切割 而你應該做的事 是要好好檢討你的用人機制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7號拜訪的日本國家問題基本研究所 就台日以及國際戰略議題 閉門會談一個半小時 究竟談了些什麼達成什麼樣的共識 我們連線給記者蔡炳宏 是的主播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第四天的訪日行程 今天是來到了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 而這裡面成員有相當大的比例 都是日本自衛隊的海軍陸軍推議將領 雙方也就日台議題 以及國際戰略等等的議題 做深度的交流 而雙方會談談了什麼 帶你來看 剛才有沒有談到台日之間的一些戰略地位 或者是一些國防上的議題 當然有啊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都是內部會議 就不需要跟你們媒體講 那大概就是他們比較重視的是有哪一些方面 那一樣嘛 他們也是 因為因為臺灣你知道 對他們 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為什麼這個會變成標題 因為他日本大概97%能源要通過臺灣 進邊的海域 我對他們來講 當然他們非常關心臺灣的安危 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日本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場閉門會議 是談了一個小時半 不過呢 到底內容是談什麼呢 客規則說 因為涉及了國防機密 當然不方便討論 不過客規則還是有說 當然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而且日本有90%的能源 都是要通過臺灣海峽 因此呢 臺日雙方的戰略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國際交流關係 也是十分的重要 那麼以上現場最近情況主播 名譽人士王丹被控性騷擾案 被害人理性難辭 早上前往臺北地監署地狀控告 王丹涉嫌強制性交未遂罪 在媒體受訪時 他也呼籲跟他一樣的受害者 勇敢出來面對跟申訴 而對王丹在臉書上發文 已經提前返台 坦然面對司法 理性男子他表示樂見王丹 願意出庭應訊 將近代司法調查的結果 強制性交未遂 就是221 刑罰221條 王丹先生今天早上在臉書 已經有做出不得 你有看到這個聲明 你怎麼看他的這個回憶 進入司法程序 那我相信就是他在法院上面 我希望他就是可以 誠實面對自己過去的事 這期間他有傳訊息給你 或者是就是有試圖要跟你聯絡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完全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未來要怎麼考慮 就是來跟王丹這邊 希望他獲得道歉 過去的受害者可能有 確實有私下跟我聯絡 那我這邊也呼籲就是 因為清大信憑會 現在已經在啟動調查了嘛 那其實清大信憑會那邊的意思是說 只要你當時有被侵犯過 那你無論是否在清大的學籍 就無論你 你知道是有學生身份 你都可以去跟他們申訴 那這個就是 我希望就是受害者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跟他們去做一個申訴 我是覺得為人師長 可能不太 不太應該不要這樣子啦 他現在還被了經德 給推薦到了這個台南去教書 你覺得會有更多的 像這樣子的學生可能受害嗎 如果有其他 他在台灣教學時 時候有其他學生受害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先到 那個清大的信憑會那邊先去申訴 你講時候看到他臉書發文的時候 他說會坦承面對司法 你覺得他有任何回應嗎 就我們就一樣就是 還是就近代司法調查 他如果願意出庭那很好 是不是其實之前就有預料到 他不會出來跟你道歉 我想他一開始 他的態度應該都一直都 一直保持的差不多啦 我想每個受害者 願意站出來 就是都需要蠻有勇氣的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是遵循著自己 應有的權益跟管道 然後去為自己發生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合理 跟也必要的 Lewis 你 你就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